請 魏先生這邊請 那合約上有任何問題 再隨時跟我說 要交給您處理 魏先生辛苦了 叫她 Gary 我都拍到了 不只正面 連車牌號碼都有了 茶 全部都茶 好 好 你去調查清楚 不准誤差 然後百分之百確定 她是位移權 你一確定就馬上通知我 同時我還要她全部的資料 等一下 她剛剛在看我 她是發現我了嗎 她是怎麼發現我的 她怎麼發現我 好 不錯 還剩條零貸 我去見你奶奶 都要穿西裝嗎 不用 那為什麼要買那麼多套西裝 因為這三個月 你要來我公司上班 去你公司上班 為什麼 為了製造留言 你該不會以為 我會帶著你到我奶奶面前 直接介紹你是我的男朋友吧 不是嗎 當然不是 直接介紹她怎麼可能會上行 所以不可以由我們兩個 當事人坦誠 必須要透過身邊的人 傳遞消息出去 什麼身邊的人 這間店不是只有我會來 奶奶也會來這裡幫我買衣服 所以那間店員很熟啊 好 原來已經開始了 從千元的那一刻就已經開始了 可是如果我去上班 麵包店會只剩下我爸一個人 基於你是我的男朋友 在公司是有特權的 隨時可以請假 因為我寵你 縱容我 會讓留言穿得滿天飛 一路飛回奶奶的耳朵裡 我一般一晚上要面對奶奶就好 沒想到還要面對這麼多身邊的人 你可以的 再加上這個就完美了 我回來了 你的頭髮呢 我想說畫個新髮型試試 怎麼樣 新髮型好看嗎 好看 當然好看 只是 好端端的 怎麼會突然想要剪這麼短 短頭髮很清爽 洗得我也方便 不會花太多時間 妳這頭髮從大學一直流到現在 以前叫妳怎麼剪都不肯剪 我還以為妳喜歡流長髮 再喜歡的東西 就留得是為妳的老婆 妳 所以妳是 妳失戀了 她又沒談戀愛哪來的失戀了 就是 在想什麼 不是 本來女孩子剪頭髮就是跟感情有關 媽 我沒有失戀 我真的只是想換髮型而已 真的 可是 對了 爸 我有個朋友臨時需要人手幫忙 會有三個月的時間不在店裡 我在想說要不要減少麵包的品項 怕妳一個人太累 不用 我沒問題的 妳既然已經答應妳的朋友了 妳就去忙 那如果店裡需要幫忙 妳跟我說 我再跟朋友說一聲就好 好 妳這朋友是誰 剛認識朋友 妳這朋友叫妳幫他什麼忙 爸 你這樣不行 太在乎前世情人了 前世情人會吃醋的 那就是說 他多交新朋友是好事 管那麼多幹嘛 我這是關心 那我之前也有認識新朋友 你怎麼沒那麼關心 好 我覺得 短髮好看 那妳這身服裝就是不適合嗎 來我這邊有幾件適合妳的 我覺得很適合 沒有 不適合 姐 妳不要亂推 妳來看看 兩天一夜 還要跟妳的相親對象一起 對啊 不行 太快了 才一開始就來這麼大的挑戰 但是我一定會馬上穿帆會看出來的 我不要去 不行 停 冷靜 跟著我說 吹呼吸 然後說 我可以 我可以 不對 我不可以 為什麼我不可以 都說了 我一出現就會穿帆 會不會看出來是個女的 相信我 不會的 妳哪來的自信 會不會妳剛剛已經通過測試了 什麼測試 我的副總 她沒有在第一眼就在衝刺妳 真的嗎 我就在旁邊 她的反應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可是那也只是第一眼 現在是兩天一夜 要相處四十八個小時 還會有第二眼 第三眼 第四眼 很多機會被看出來的 所以才需要特訓 我保證妳一定撐得過兩天一夜 對 特訓 時間寶貴 趕快開始 我 幹嘛 你不是要觀察的男人 我做了 這樣行嗎 幹嘛笑 你奇怪嗎 是要怎樣 腳再開一點嗎 還是手 膠 膠 口袋 還是什麼 妳先冷靜 今天的特訓重點不在動作 還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我要教妳 什麼更重要的事 愛我 什麼 我們要讓人感受到戀愛的氛圍 意識到我們是一對 就要有愛 你要練習 用盡全心全力的愛人 用最炙熱 最深刻的愛 後悔著我 這 也太難了吧 不難 只要妳願意跨出第一步就可以了 現在 對著我說 我愛妳 不要猶豫 不要猶豫 快對我說 我愛妳 我到底為什麼要說這句話 親愛的怡方 我們沒有太多的時間 可以鋪墊過程 我們必須進步 正在交往的練習狀態 說完很正常 請妳趕緊進入狀況 我了解了 我愛妳 我愛妳 這三個字是殺人工具嗎 哪有人說我愛妳那麼嚴肅的 搞得我壓力很大 完全感受不到任何愛意 好 不然我再試一次 我愛妳 不要 矯情 一點也不真誠 那不然現在笑得怎樣 你的心裡要充滿愛意 眼神要深情緩緩 女氣要清清柔柔 甜甜蜜蜜 算了 我吃飯給妳看 我愛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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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裡是不是充滿愛意 有 我剛剛心跳超快的 所以 妳只要心裡相信 不斷的催眠自己 妳好愛眼前的這個人 自然而然 妳的話語就會傳達出 滿滿的愛 真的一點都不難 重點是妳要願意嘲試 妳真的超強的 我一定會回家努力練習的 走近拿出來 那就再麻煩妳 示範一次 我錄影回家多多練習 不是要妳錄影 拍我 拍照嗎 我們沒有太多時間 多拍幾張我的照片 回去好好地練習 常常看著我 不斷地催眠妳自己 很快就會有成果的 好 這裡 打一張 這裡 我愛妳 太難了吧 到底要怎麼用生氣輸出來 不行 不行 我要多練習 一定要做得跟她一樣 應該是眼神的問題吧 我愛妳 妳真的太難了 媽 妳今天幹嘛不敲門 媽媽像是誰的照片 沒有 妳不要問 妳趕快出去 是不是一個男生的照片 不是 是誰 什麼 那事情不是妳想的那樣 什麼不是我想的那樣 那為什麼妳要跟她說 我愛妳 我在練習表演 反正妳不要想太多 為什麼妳要練習表演 快出去 魏先生 魏先生 妳怎麼那麼鐵石心腸 我都求妳這麼久了 我拜託妳 我真心誠意的拜託妳 我們一家老小就等妳一句話了 我知道 雖然我們之間沒有感情 但如果你堅持要對我做什麼 我可以忍 可是請妳不要 針對我的妹妹 我的妹妹她年紀還這麼小 太小了 不是這麼呵護我的妹妹 楊小姐 妳知道是騷擾妳知道嗎 魏先生 這你就不懂了 不管是性騷擾還是跟蹤騷擾 構成要件絕對不是只有 被害人的主觀感受而已 還要有加害人的客觀行為 比如說監視跟蹤 低少尾隨 威脅魏 通訊 計算物理不當追求 還有妨害名譽 妨用作真的包含行為 如果你覺得我這樣是騷擾的話 可以跟法院設計合法保護力 不好意思 那個 我男朋友進去都快半小時了 我剛剛打理她沒接 不知道會不會昏倒在裡面了 妳可以進去幫我看一下了嗎 她長這個這樣子 我好擔心她 謝謝 謝謝 今天一定要讓她答應 在終約到期前 不准把店賣掉 小姐 裡面沒有人了 妳確定妳男朋友在裡面嗎 沒人